我們就是要來看那個樞紐分析表的自動化 這個其實我覺得也還蠻重要的 而且每天大家很多人都會使用樞紐分析表 但是不知道怎麼自動化 所以變成每天都要 如果你有那個報表很多 你變成你要重複一直跑一直跑 你data已經有了 但是你變成你要自己人工一直跑一直跑 但是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甚至寫一個程式 它就全部都幫你把那個報表自動產生了 這樣就應該會大大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程式已經先貼上了 就這一個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雲端上面 應該是在第幾頁 在這個第15頁的地方 會有一個SUB名稱 叫做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再加一個出題一下 就這個 樞紐表 其實應該要打樞紐分析表 我懶得打那麼多字 剛才講 樞紐表這樣比較 OK 這個樞紐表 其實主要執行它的話 就是得到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那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我run一下 如果沒問題應該在前面 所以按一下執行 然後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第一個 它會先幫我在前面增加一個 這個新增一個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它是把名稱改 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並且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 幫我繪製 繪製完之後的話 其它還有隱藏 剛剛102 103 其實102 103也是隱藏起來 而已 大概是這樣子 那底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結果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就有這一段程式 那你只要把它C C C V 就是得到我們剛剛的 不過可能有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那個工作表來源 這邊我要改成資料兩個字 所以你也要改 如果你沒改 它會找不到 因為你的名稱跟我的名稱不同 主要是程式裡面 它已經是改成 叫做來源 這邊有個叫 資料驚嘆號 有沒有 就是表示是 如果你要改成你的名 那不然就改這邊 要不然就是你改 工作版名 都OK啦 好 那我大概講一下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的話 因為寫書紐分析表 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如果你以後 假設Excel能做的是 你不知道怎麼寫那個程式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在Excel 有一個比較 算是友善一點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錄製具體 所以啦 以後的話 你不會寫的程式 實際上通通都可以錄製 但是錄的話 也不能隨便 毫無章法的去錄製 OK 可能要先 我剛剛講過 一定要彩排 然後有一個step 然後最後再去修改 只是說這個 還是需要一點點經驗 因為我們短時間 就沒辦法跟你講那麼細 所以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然後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再跟你們講一下 那順便講一下 你們剛剛有同學 又有問一個蠻好的問題 我沒講到 就是上面這邊有綠色字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註解 這個註解是我打上去的 它不會自己產生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註解的話 請你自己打上去 至於裡面要寫什麼 你寫你自己看得懂的都可以 這個叫所謂的註解 那註解的話 開頭一定是單引號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 在程式上方加上 你看得懂的敘述的話 開頭請你加單引號 後面打一些字都沒關係 甚至之前有同學 他玩很多地方不知道 他怕忘記 他上面還快打一篇文章 OK 可不可以啊 你高興就好了 所以程式有的部分 是還蠻個人化的 反正你工作跟別人又不一樣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你可以有彈性沒關係 不是說程式就一定要死板板 冷冰冰的 沒有啦 你也可以讓他有溫度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程式寫出來的話 還蠻 有的時候好像感覺是自己的小孩一樣 因為是自己生的小孩 你會覺得怎麼看都覺得怎麼樣 好像就是有那種說不出來的那種熟悉的感覺 如果你是copy別人的 那就是別人的東西啦 OK 所以我是建議你要怎麼樣讓這個程式 變得有你的味道 沒關係你可以改 但是也別亂改 你只要改成你習慣的寫法 習慣的邏輯 都是允許的啦 也沒有說不行啦 只是說我是覺得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 比較個人化一點點 所以我寫出來程式很有自己的風格 Style 所以我說這是吳老師寫出來 我自己寫的就沒有錯 所以有人抄我的 我說一看怎麼寫 因為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我程式越短越好 能夠寫一行我不會寫很多行 第二個我邏輯越直覺越好 所以我自己看我是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不要用很多說 即便拿那個技巧很高超 但是我自己看得不順眼 我還是不會用 OK 所以這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寫法 都沒有關係 像這個range 比如說我舉例 像這個range 其實除了寫成range A3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寫成像這種R1C1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改R1C1的話 你可以寫成這樣 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所以如果你假設A3除全格 你不要用range物件表示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R的話是第幾列 A3是第三列 那C的話是第幾列 所以你可以寫這樣 是合法的 但問題我看得很累 R3C1 C是E 所以是A R是3 所以是A3 所以我不喜歡 所以我改成像這樣子 OK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只要中刮虎 裡面打一個A3 也一樣OK 只是我還是不習慣 我還是習慣 因為我習慣要物件的方式去敘述 所以其實在那個 以色友裡面 關於儲存格的表示方式 就有這麼多種 OK 所以你們看很多書 每個作者都寫的不一樣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自己改成你習慣方式法就好 OK 那你不要說刻意 我要去模仿別人的寫法 那永遠不會是你的啦 永遠都是別人的 大概是這樣子 OK 跟各位講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開始錄製 所以我們就從無到尾 這個是已經OK的 Final的結果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接下來跟各位講 當然首先的話 你一定要先彩排 那彩排就這個啦 OK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那彩排就是 第一步 Step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對不對 然後Step 2的話 就是把年拖拉到 不過跟各位講 錄製的話 剛剛是年拖拉到列先 但錄製我建議是先拖到值 再拖拉到列 你想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經驗啦 因為我發現先列再藍 它錄下來就是會出錯 但是你拖拉到值再拖到列 錄下來就是不出錯 OK 那為什麼啦 你們自己再去找答案一下 因為我發現它錄下來就出錯 所以直接告訴你這樣 會比較可以避開錯誤 你就繞過去就好了 OK 所以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後再隱藏102、103 打勾取消 好 再把名稱這邊改動 改成那個歷年竊道折線圖 好 OK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來錄 錄的話呢 你先彩排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 先再來就是 開發人員 然後錄製聚集 然後按確定之前先打個名稱好了 我剛剛是打什麼 樞紐錶好了 所以你再打個樞紐錶 OK 那因為剛剛有一個啦 所以他問我 要不要蓋過去 那你就蓋過去就好了 所以按確定 其實就開始了 所以每個step 它就會把你的動作 變成對應的VBA層次了 好那我們開始 按確定 然後因為我剛剛已經有 應該剛剛是貼過來的 我把它蓋過去 是 所以如果你假設NG 沒關係 重來蓋過去就好了 NG重來 好 step1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OK 按確定 再把黏拖拉到值 黏拖拉到列 然後把這個隱藏一下 這兩個 按確定 好 然後把這個名稱 變更為那個 我想這個就不要自己 程式再改就好 再來最後記得 把那個 這個地方 開發人員記得把它 停止錄製 對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錄到最後 忘記這個動作 然後又一直跑 然後程式 它其實還會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加太多了 OK所以記得 最後一個步驟停下來 那停下來之後 那你怎麼知道 你錄的程式在哪裡 你可以從兩個地方 第一個在聚集裡面 這邊有一個樞紐表 按編輯 也OK 所以從這邊找 按編 其實按編輯 它一樣會呼叫Visual Basic 所以第二個方法 你只會點OK